那下载下来的这一份Word的文件在哪里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档案总管 最下面我的现在滑鼠游标跑到最下面 这个档案总管点一下它 然后请你看这个本机这边有一个下载 然后接下来这边可以看到有这一份文件 你可以按照这个修改日期排列顺序 可以看到这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文件叫翻转人生金融圆梦 那麻烦请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一份Word的文件 快速点两下就是执行的意思 我们用滑鼠执行的方式就是快速点两下 那这份文件它因为是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所以它会提供一个受保护的检视 一个安全的提醒 所以它用的是黄色的笔色 请点选启用编辑 我们这时候才可以正式开始来编辑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如何快速的产生简报 这是现在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比方说这个是叫标题 翻转人生金融圆梦 请问是不是应该是标题 所以麻烦请将标点到这一个段落 请点标题一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编好标题 到时候我就没办法传送到简报去了 当然你也可以一页一页把这些字复制 比如说选好了翻转人生金融圆梦 复制起来然后贴到简报里 那问题是你有多少个段落要去做复制贴上 很多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要 如果说你重复一直做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那你这时候就应该要询问 有没有更自动的方法 来麻烦请标点到这边 大专生金融就业工艺专班 请点成标题一 再来专班编起标题一 对这都标题一 然后这个内容就是标题二 未想印什么什么 这是标题二 再来专班特色是标题一 然后这些段落课程这几个 全部都是标题二 应该没问题 这几个都是特色 这几个都是等一下我们要去画 画成图解式简报的重点 再来学员资格标题一 再来这三个标题二 各学年度专班招生开班办理时程标题一 然后下面这几个 这六个段落都是标题二 最后专班资讯标题一 然后最下面这个标题二 其实真的它有很多内文都被省略掉了 内文我们是不传过去的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各位请问你左上角有没有一个功能叫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有没有 因为上次我都教他们去安装进去了 好我们先执行等一下再告诉你这个功能在哪里 这个功能就是自动把word的标题文字复制贴到贴到什么地方去 PowerPoint 所以它就取名叫传送到PowerPoint 好我们现在请点它 你的简报就做完了 而且早期都是自得简报 你就已经做完简报了 有听懂吗 你不信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去网路上再去随便找一个正机会 然后发type是PPT的 你就会看到里面几乎都是自 这样了解哦 好 可是我们的起点是重点要教你 这样子一个简报内容不好看不好 能不能在今天四个小时教完的时候让它成功的华丽 转生专业呈现 如果没有问题你还是要知道刚刚那个传送到PowerPoint的 那个功能其实在什么位置 好请现在我们先回到word 好吗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word里面 只有word才有传送到PowerPoint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回来word这边哦 word而且它能传送的只有标题字 如果你刚刚这边没有设成标题字 很抱歉 它就不会传送过去了 好 图片可不可以传 图片后来的版本才可以传 例如说2019版 就是你把图片刻意设成标题 它就传过去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 这个传送到PowerPoint的功能在哪里 好 首先请点 档案 来请点左上角这个档案 它在档案的选项 最下面原则选项 好 在选项里面各位知道这个上面这个 现在只有四个功能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好 接下来我要请你点这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因为刚刚我是想要把这个功能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 所以请点快速存取工具列 接下来就不太好找哦 这里 这里 请切换 切换成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再来请把这个你看这边一堆的功能 麻烦请拉到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就可以找到这个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可以吗 有没有看到 大概在这移除这个移除的下面大概一公分一公分的距离 就可以找到这个传送走运就有这个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现在你不用做新增因为现在里面已经有了 当然你可以先把它移除掉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点新增 然后最后就是确定 这样可以吗 好了 我现在我就先点取消了 所以你看 点这一个按钮是不是很容易 好 这个World的文件我们就工程生退了 不要储存它 这份World的文件完全没有按照长文件制作标准 完全没有按照长文件制作标准 如何依照长文件制作标准 那就请你参考上一次我们有一个World的实物课程 它就是在讲如何制作正式的长文件 好 我这边我就关掉路储存了 好了 你看刚刚我的标题一 它就变成独立的一页 这个标题一 再来这边是不是专班人情这支标题 我把它它的内容设为标题 所以它就放在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现在先点启动编辑 好 换的也是需要启动编辑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思考一件事情 这个 这个翻转人生 金融圆梦 好 这边我们就好像说要开始像变魔术这样 慢慢的把它变成很漂亮的文件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首先为了我上课 上课可以有比较 所以麻烦请把这一张头影片复制 贴上 这样就变成两张了 首先 请问一下 怎么样让这个封面变更好 你必须要把它配置 这个版型的配置就很重要 麻烦请切换 或者是用滑游键变 上课一片 版面配置第一 版面配置第一个 其实我只要这个 好 那 至于这个文字怎么排 等一下我们再来决定 毕竟它是一个封面的标题页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封面页 简报让别人看到第一页 那我觉得很单纯的 加一个背景颜色 一定会让它就不一样了 好 那现在就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插入图片 好我想要没问题 它的新功能插入 请选 线上图片 插入线上图片 我建议你们打英文字 决定来说好了 请问一下 这几个字你要打什么 翻转人声 你会想到什么 例如说我想到 鸟在天空飞 可以吗 你想到什么就打什么 例如说 鸟 空翼得天空 然后按一下Enter 来挑一张你喜欢的图片 好 例如说我喜欢这一张 然后就点插入 好 那因为这张图片不够宽 所以我们就稍微拉宽一点 然后把它把它放到什么 放到最下面去 把鼠右键 然后移到最下层 接下来 我觉得 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你觉得字 要跟这个鸟 挤在一起吗 不需要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 那我稍微把字放上去一点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两张有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好 那 为了 为了就是要做到第一页跟第二页 请问一下 你至少你有一个辨识 对了 这一页我还有一个地方 想要修版 就是这一页我只想要把它变成这一种 就是或者是对不起 我把它这个变成整个都空白 然后把这个文字放在这边 然后再把这个文字稍微设大一点 但也可以这样子 请把下面这个delete掉 请把下面这个delete掉